這講什麼叫Rigging 骨架綁定 綁定這個東西其實不用想的很複雜 其實大家看到很多動畫說骨頭很複雜什麼 其實他的觀念其實不管是物件或骨頭 其實都是有綁定關係的 其實就是綁定是為了讓我們對物件有更多的操控的方式 我們這裡就在講一些關於檔定之間的一些最基礎的東西 叫parent 從屬關係或父子關係母子關係 其實就是有一個主要跟次要 對於物件來說 一開始我們所有的物件都是獨立的 他們是互不影響的 然後如何讓他們建立parent 的關係呢 他們的控制的建立的方式 一樣我們選到物件 當最後被選到的叫Active物件 然後我們這時候按Ctrl P 他叫 set parent 2 所以他最後會把 主要的關係給到 Active的這個物件 我們Ctrl P 我們這個 這個 object 這樣的話你看有沒有想要虛線 他們的重組關係就建立了 所以現在這個方塊是 主要物件box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box來控制我們這個球 然後這球他是 沒有被他們的主同關係是這樣的 所以像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拿來做出很多 不同的 這個動畫相機 我們這個 盒子放在他 放在這個球上 如果我們把parent 關係 他的關係給到球上 像我們這顆球在旋轉的時候 他就會跟著 動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些關於我們不同軸向啊 的一些變化 所以像他們之間這樣拉開 就很明顯的主同關係 所以parent的話 其實針對 他針對的部分就是我們 這裡 我們的位移旋轉縮放 最基礎我們做parent的話 他就是旋轉位移縮放全部都有 主要物件去做控制 所以像我們這樣三層關係 像我們就可以做連動這樣三個的 的物件的關係 好 這就是parent 然後parent的話 我們剛剛是這樣一個一個東西去parent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多個物件一起parent 像我們這三個物件都要parent給他 的話 一樣最後選到這個 去選到這個物件 按ctrl p object 好 有沒有看到 好這裡 你們看到剛剛這個東西位移了 因為他會以他物件原始的位置去做 所以我們這裡 他會 以他我們位移前的位置 所以我們這裡先解掉parent 如何解掉呢 Alt p 我把快點解釋出來 Alt p 他就可以create parent 然後這裡 因為他parent 他會記得說 你當時parent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直接create parent 他會回到我們當時的位置 所以這裡如果要維持現在的狀態的話 Alt p keep transform 他就會在原來的位置去解除掉 好 我們現在三個物件都要parent給他 ctrl p object 這樣的話 他的物件就可以一起有他操控 好 parent的話其實 不只物件可以做 骨頭也是一樣 骨頭 怎麼創建呢 我們之前shift的A都在創建物件 一開始前面的物件 骨頭呢 叫做armature 在blender裡面叫armature 他不是直接叫bomb 好 armature裡面他就成為一個single bone 好 我們直接物件先放到旁邊來 好single bone 然後他這個 他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好 在這裡我們先不做說明 我先直接進來到 講armature的時候 會再做一些比較細部的說明 好 骨頭他也是有從屬關係的 然後我們選取骨頭 shift的D 我們可以複製出來 這裡先刪掉 說明 這裡都先刪掉 去的D 我們要複製物件 像這樣的話 骨頭的關係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在post mode的時候 他們是互不影響的 然後物件 骨頭也是一樣 我們 骨頭的parent 一定要在edit mode模式下 才能去做鏈接 好 我們這樣選到 之後 一樣我們可以選多個 然後選到最後 這個物件 Ctrl P 然後 對於骨頭來講的話 他有兩個模式 keep offset 跟connect keep offset 的話就是在原地 維持他的位 offset 他的位移 這樣他們就有parent的關係 好 我們再複製一個 如果 如果我是選擇 Ctrl P 是選擇 connect的話 connect的話 它會以 你主要的這根骨頭的根部為基準 去放置我們這根新的骨頭 所以這就是 obset 跟 直接 connect 不同 所以骨頭跟物件 都是可以做parent的關係 parent 是針對股價綁定最基礎的 一個知識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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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